东京奥运会上 中天时搭档报山局 获得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 而在他们夺冠的背后 郭宇芳作为替补一直为两人保驾护航 今日 郭宇芳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作为替补 整个比赛期间 自己时刻做好了上场的准备 参加东京奥运会但没有登上赛场 没有和对手同场竞技 国与方坦言还是会有些遗憾 但是能现场感受奥运气氛 为今后比赛积累经验 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收获 比赛的时候我可能会在下面 记一下每一组 每一个国家的成绩 然后记下来 分析出来 让他们直接看到自己跑的成绩 然后在训练中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无论是吃 住 训练都是在一起的 就训练计划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是团队 所以说我感觉就这份工作 即使没有上场 然后大家是团队 然后我就感觉他们夺冠了 我也特别开心 就是说嘛 替补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对于团队来说 作为替补出征的郭宇芳实力不俗 不仅打破过成年女子500米 个人计时赛全国记录 还与暴山局搭档 夺得过2021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成年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刻苦的训练 郭宇芳介绍 在东京奥运周期的备战中 自己在训练中曾多次练到呕吐 我呢就是一二道同时都要具备这种能力 所以说在练一道这种爆发力的时候 我也要去全力以赴去练 然后练这个二道能力的时候 就是也要去全力以赴去练 因为练能力的话还是相对会累一点 所以说我们在骑那种大克啊 就这种耐力啊 这种强度又高 然后距离又长的这种克 然后就是我身体就是受不了 那个强度会吐 就每次骑完一个下来吐一个 然后上去继续骑 然后下来再吐 然后再上去骑 就一直一直坚持完 经过大赛的历练 郭宇芳说 现在自己有了一个平常心 不论未来是在国内赛场 还是奥运赛场 只希望能比好每一场比赛